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部韩国科幻电影《超能力者》 讲述了小哥从小拥有能控制人心的能力 只要被他双眼直视的人都会认他百步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91年 楚神出生就拥有能控制人心的能力 凡是被他双眼直视的人 无一例外都会被他控制 他酗酒的父亲厌恶他的双眼 恨不得把他的眼睛挖下来 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 楚神只能控制父亲自杀 但一直深爱他的母亲也受够了他的怪异 就想杀掉他后自杀 楚神在被掐死之前 用能力控制母亲才逃出魔爪 但他舍不得让深爱的母亲去死 只能自己逃得越远越好 转眼到了2010年 楚神已经长成了大人 他不用工作 只需要靠超能力就能吃香喝辣 这天 楚神来到一个典当行 他经常靠能力让典当行的老板自动从保险柜里拿钱给他 但这次行动却出了意外 老板新招的员工魁南 居然没有被自己的能力控制 他从楚神的能力中挣脱出来 还亲眼见到他控制老板的场景 为了制服魁南 楚神操控来看他的同事挟持住他 还让老板女儿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但魁南被捅伤都还有力气追逐楚神 楚神只好又控制老板 用电击枪攻击魁南 但老板却把脑袋卡进铁栏杆里 不幸吊死了 楚神趁机溜走了 等魁南把老板送进医院 一切都烦了 楚神不相信世界上居然有不受自己控制的人 楚神也记住了楚神的样子 决心抓到他为老板报仇 他想起店里还有监控设备 于是他和同事回到店铺查看监控录像 他们正巧看到楚神也回来了 他们正想出去抓楚神 就发现他操控了一群人进入店铺 魁南的同事连忙从后门逃跑 魁南为了拿监控录像带 就躲在了店里 他还开着车 把楚神逼近四胡同 他发现楚神是利用眼睛控制别人 但他还没抓住楚神 就被他控制的人扑倒在地 就在魁南即将被楚神控制的人杀害时 他用随身携带的电击器电倒了楚神 这下楚神反被抓了 魁南把他拖到警察局自首 还把录像带也交给了警方 但审问的警察不仅不信他的话 还把套在楚神脑袋的塑料袋给扯了 结果警察就被控制了 楚神还趁机跑出了警局 魁南追着他来到地铁站 楚神控制了地铁站的所有人阻挡魁南 但魁南就跟牛一样猛 为了阻止他 楚神只能控制一个母亲扔掉手里的孩子 魁南为了救孩子 差点被飞驰而来的地铁撞死 魁南撞得头破血流 没有力气再抓楚神 但他们在警察局搞事的画面被监控录了下来 楚神和魁南都成了被通缉的对象 魁南找到自己的同事 希望他们能帮自己抓楚神 为了找线索 魁南去了各大典当铺 询问大家的钱有没有离奇不见 但没人理他们 与此同时 楚神正在银行打劫 血乖的他还破坏了银行的监控录像 但警察找到了他的母亲 还上门搜查 楚神控制这些警察 集体跳进下水道 还把自己抢的钱留给了母亲 魁南三人大街小巷寻找楚神时 他却自动送上门来 楚神觉得要是不除掉魁南 他就无法安稳生活 于是他操控了一整栋楼的居民 让他们跳楼自杀 威胁魁南 但楚神还没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他最后只让二楼的神跳下来吓唬魁南 搞完事出来的楚神 被魁南的同事用自制闪光弹袭击 但他们的攻击是徒劳的 他们和魁南一起 被楚神抓住 楚神把他们吊了起来 只要踢掉脚下的板凳 就会被吊死 楚神踢掉了他们三个神的板凳 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看着两个同事痛苦地翻着白眼 魁南跟一头蛮牛一样 拼死挣脱绳子 等他把同事放下来时 已经晚了 愤怒的魁南夺门而出 但楚神却操控了老板的女儿 跟他一起逃 他一边开车 一边操控其他驾驶员 开车阻挡魁南 但开着开着 楚神觉得眼前一花 就晕了过去 他的车也撞上路边的车 停了下来 看来过度用眼 伤眼呀 等楚神醒来 魁南开着小破车 就要追来了 楚神又操控着老板的女儿 跟他一起逃 魁南也在身后 紧追不舍 楚神还发现自己现在使用能力 眼睛还会剧痛 无奈之下 他只能抢了警察的枪 躲进商场天台 没一会儿 魁南就来了 为了救老板的女儿 魁南抱着楚神跳下了高楼 或许是由楚神当电背的 魁南并没有凉凉 而且他也具有超能力 不过是能救人的超能力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